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问一个问题 假如您的小孩不要小孩 您能接受吗 一般来说大人不大会接受的 一般来说大人不大会接受的 但是现在碍于这个帐篷 不要也可以 因为压力太大 给小孩的应该有小孩压力大 经济帐篷 精神帐篷没有零 要爸爸妈妈跟你零还可以 你辞掉工作啊 带小孩啊 叫老婆啊 对吧 你一个人的负担好多 这个子女的钱不要太多 我真有体会 我那个圣女在外面上一届课就是300 他补英语也补绘画 补作文 星期六星期天没空 不是大爸爸瞧着 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去补课 他再好也要补 为什么 跟不上老师饭书啊 他饭书比饭连还快 你懂吗 他在进度 注意的外面要炒小菇菜 炒小菇菜怎么办 你就要花钱 300块只有一个半小时 是的 他不停的 礼拜六礼拜天都要补的 所以儿子占的钱 一部分都是用于孩子 教育上面 教育上面 还有他买保险 6000块保险一年 还有教育方面的投资 对吧 各种书界 你要孩子成长 他的方向就是北大清华 那么好了 你北大清华不从小到年 怎么来啊 他的目标 我们给他的目标 但是拒绝于他进不进是另外一种事 但是又有梦想 是的 梦想城镇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朝着好的学富啊 好的学富方向走 但是你要必定要花钱 是的 这是没办法 这是所于投资啊 有一句话叫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这句话害死了很多父母 是的 我讲的话你知道 理解 所以你想接受不接受这个事了 对老人来说 因为俱乐风都要有传承 我们中华民族的好像有优秀的传统 就是好像我们一代一代结婚就有子女 对吧 但是现在新一代定刻住很多的 就是不养的 我那个外甥啊 外甥女啊都不养 都不养 他们感觉到太烦了 好像又是教育 又是养成了孩子 蛮苦的 现在孩子我们生女没空完的 回家就做作业 星期六 星期天带动 带戏 学习 所以贵要蛮苦的孩子 这一点呢 但是老一代的 双方父母是不可能接受的 一结婚你们要就要不比较 但教也没办法了 对吧 叫啥 独生子女也没办法 你要是结了婚不养 哪一个父母受得了 花了这么多钱没止胜 尤其是做爷爷奶奶的 更该接受不了 我就是爷爷奶奶 你无论是男是女跟我是比多 还是希望要一个小孩 我的心态啊 不知道你们父母啊 我在你姥姥姥爷不知道怎么想的 但是我的心态就是这样 是的 结了婚就要养一个 不管是男是女 是的 农业哥外 外甥女跟外甥都不一样 外甥女是日本人画 日语翻页 蛮厉害的 儿子也承报什么 哥哥也是承报工程的 他们都不一样 那你有没有劝过他们呢 怎么不讲啊 我们一个家族聚会吧 同年国家聚会吗 怎么不一样一男半组的 太烦了太烦了 活到开心就可以了 怎么说呢 我姐姐80岁了 今年80岁了 她又没个子生 她也在苦恼 所以她看见我家生女开心死了 我家的生女 她就妹妹的 喜欢小孩的 她没有 就是您姐姐有两个小孩 她不养 第二个姐姐也不养 有个姐姐养个外甥 她也不养